气象是防灾减灾中的第一道防线 往大了说的话 就是它关系到国家安全 关系到人民民生 特别是我们吉林省 作为一个产量大省 往大了说 需要提前的预报预测出这种强的过程 及时的提醒相关部门进行防御 然后往小了说的话 气象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我觉得我的工作就需要站好每一班岗 在我值班的过程当中 我不可能让每一个潜在的天气灾害 从我的眼皮底下漏掉 我是姚凯 我是吉林省气象台的一名预报员 我是93年出生的 今年28岁 参加预报工作已经三年了 主要是负责未来24到72小时的一个天气预报 以及预警制作和发布 我们是从早八点到晚八点 主要工作流程呢就是 首先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字预报 然后我们要给各个地市下发我们的指导预报 然后将各地市的指导预报收集之后再上传给国家 此外的话最主要的就是发布预警 要及时的监测实况 我们省的天气气候条件十分特殊 各种灾难都有 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有暴雨有暴雪 夏天的时候有暴雨冰雹和雷暴大风 就是我们省全部都有 因此在迅气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量也是十分的艰巨的 平台上有24小时都需要有人指手 一天一宿都没法闭眼 就是要守在电脑前面要看雷达的实况 因为这个长坠流的生成可能 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之内就可以生成 然后会带来非常大的灾害 因此我们需要把握这个 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 要把这个实况抓住 然后立马发预警 然后通知相关的地市进行一些防御 所以我们也是争论多秒的跟天气做斗争 工作最深刻的就是2020年有三台联机 十月份有一次冻雨 然后今年这一次墙降水过程 这三次过程我都有值班 然后这三次过程给我的体验 都是深深感觉到 就是气象在防灾减灾中 这个防线的作用真的是十分的重要 在三台联机的时候 我们也是提前很长时间 就已经预测出来三个台风 然后冻雨的时候 也是及时发布了各种的预警 以及发布了各种的材料 就是这几次过程 因为比较特殊 所以影响十分的深刻 我父亲也是一个老预报员 他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他的工作十分的辛苦 每天晚上都进行测报 每个小时都要有一个测报数据 深夜无论是你下雪下雨 还是刮大风的时候都要去观测场 采集观测数据 我父亲他曾经就是得过那种 连续多少天没有测报误差的那种奖 他也是我的一个榜样 我刚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气象洋员的主要经历 还是放在就是预报 如何把预报做准 如何把文字预报写得更为精细 但是现在呢 去向预报员的重心逐渐从前端移向了后端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更好的应用我们的数据模式 或者说是开发我们更好的数据模式来指导我们的预报 这样的话预报员就其实他是从一个机械性 重复性的工作经验性的工作 变成了一种创新性的一种工作 需要我们有更好的创新 更高的创新精神来去开发一些新的技术 就比如说最近 十分热门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 让我们在平时的预报工作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参考 更好的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